从见到金字塔开始 历史学家都认为金字塔是个法老的陵墓 它的主要功能是帮助法老荣登天堂 在天堂也能继续享受它在人间的荣华富贵 但是就在1922年 考古学家却在开罗引南700公里的地方 找到了古埃及法老图坦卡蒙的陵墓所在 并在周围发现了64个法老的陵墓 后啊 很多人就开始怀疑 金字塔根本就不是陵墓 它有别的作用 那金字塔是什么呢 2018年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应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研究论文就称 金字塔很有可能是一个发电站 大家好 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逼音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鑫儿 其实我们抛开金字塔是陵墓这个先入为主观念 去看金字塔就会发现金字塔真的一点都不像一座陵墓 首先就是说 金字塔里面从来就没有发现过任何木乃 一个都没有发现过 本来认为是法老木乃伊所在的国王之间里面那个石棺 也被证明里面从来没有犯出过任何木乃伊 也没有在金字塔里面发现任何陪赞品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金字塔不像陵墓的原因 金字塔实在是太简陋了 简陋到连盗墓贼都看不上的地步了 进去看过的同学可能都感受到金字塔内部的环境的简陋 可以用家图撕笔来形容了 真的一听如洗 可能晚上都啃木鸡腿那种地步 墙上很少有壁画 即使有也只是简单的寥寥几笔 还不仅没有壁画 里面本应该是最富力弹簧的法老的棺果 就是一般比如说我们任何一个王 任何一个猴 包括我们的环帝 它这个陵墓里面最最华丽的地方 就应该是它的棺果 但金字塔里面被认为是法老棺果的地方 就是一块大石头 就是个完完整的石棺 石棺上没有任何专饰 连名字都没有刻在上面 所以就很不像一个棺材 是啊 它就不是一个棺材 可以肯定它不是个棺材 但是同样作为法老棺木 图堂卡蒙的棺木 也就在帝王谷那个棺木 纯金的光果 黄金打造的面具 棺木里面精美的壁画是栩栩如生 遍布了整个棺木的每一个角落 连地板上都有 你想想看这么一比较 这个胡夫金字塔 说是棺木 还不如说是关押犯人的小黑屋 最后一点 就是金字塔作为棺木也是最奇怪的一点 就是大家我们回忆一下 我们心目中的这些棺木 比如说曹操 武则天 齐世华的棺木 都会选在一些比较隐蔽的地方 对不对 像盗墓小说里面写的 你要不会点什么分金定学这种东西 你就真的找不着它在哪 这才是棺木 其实目的就是为了反制我的棺木 我死以后被盗 为了反制被盗 棺木里面还要设置各种机关暗器 想尽了各种办法阻止人们进来 但是你看金字塔 修在一个平原之上 我能力修多大修多大 内部也没有任何机关暗器 最最关键的是 金字塔里面居然还设置了一个可以进出的入口 这就很不灵魂 对啊 这个入口在哪 就在金字塔底部 大概距离地面十几米的地方 这个入口本来也是用一个20吨钟的石头堵入的 有点像是吧 但是这块石头真的不是用来堵入口的 它的作用更像一道门 就像我们的普通的门一样 遮风淡雨的 虽然这个石头很壮20吨 但是设计的非常精巧 一个人轻轻松松就能给它推开 杠杆原力 对就是杠杆原力 这个门后的通道 不仅可以直通金字塔各个地方 颤通无阻 也没有任何阻止人进来的激光暗器啥的 反而设计的很方便人们行走 这些设置对于做灵物来说 就比较反常了 对吧 那金字塔是干什么的 就众说纷纭了 我们今天就来解说一种 最近最火的关于金字塔的解释 金字塔是一座古代文明的发电站 最关键的是 我们这次解释 把它怎么发电 都给它解释清楚 这个说法听上去很离谱 因为电力的大规模应用 不过也才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还得益于特斯拉这位天才发明的交流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电是特斯拉发明的 就是特斯拉之前没有人会利用电 其实之前是有的 在1934年 在伊拉克考古人员就发现了三个陶罐 这个陶罐距今已经2300多年的历史了 这些陶罐与其他的罐子不同 它不同在哪 陶罐内插着一根铜罐 铜罐中间插着一根铁瓣 表面被沥清密封 实验人员就在实验室里面修复了这个东西 他们惊叹地发现 这东西居然是个涂法电池 只要在这个陶罐里面专入酸性液体 那个时候的酸性液体大概率就可能是葡萄汁 就能产生大概4伏的电流 对 这就和我们初中讲的用番茄做的土电池是一个原理 水果电池 对对对 就是那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也被命名为了巴格达电池或者帕提亚电池 在古埃及的哈维神殿壁画上 科学家也发现了古人用电的证据 很多壁画上都画着一个类似于电灯的东西 它们被称为丹达拉之灯 这个就是丹达拉之灯 像我们现在的那个白纸灯的灯泡拉长了的感觉 像 如果古埃及人掌握了电池 同时也会使用电灯 那肯定证明古埃及人可能还掌握了其他的用电的模样 那金字塔作为一种大型发电产 好像就不是那么离谱了 而且金字塔本身也具备成为发电产的条件 发电效果可能很惊人 首先就要从金字塔的材料和它的结构开始讲起了 我们现在看到的金字塔其实只是金字塔的核心部分 原本金字塔外面还有一层白色抛光过的石灰石 抛光的非常完美 完美到可以当镜子照的地步 只不过这层石灰石在1303年一场大地战里面几乎被完全破坏了 只有现在的孟卡拉金字塔顶部 还有金字塔脚底留下了一些少量的碎块 这个就是孟卡拉金字塔 上面是不是有一个包色的包裹一样的 但其实也是已经变色了 原本是完全的白色 抛光的跟镜面一样 所以说黑色金字塔应该是存在的 这三座是白色的 那一座是黑色的 也是镜面的黑 这是镜面的白 所以那个完全有可能 对不对 这种被加工成镜面的石灰石 可以保证金字塔的完全对外绝缘 它就是内外绝缘的 对绝缘套 而金字塔内部建造则用了大量的白云石构成 白云石有一种和石灰石完全相反的特性 就是白云石的导电性与它受到的压力成正比 压力越大 导电性越好 其次 金字塔的通道和地下隧道的内衬 是一种特殊的花钢岩 这种花钢岩具有一些轻微的泛射性 而且这种花钢岩中 还有大量的石音晶体和金属 石音也是一种压电导体 而我们常用的石音手表 就是利用石音的压电特性 只要换动手表 石音表 石音就能给手表提供电力 这就是石音的压电特性了 这种带辐射的花钢岩 能电离金字塔内部的空气 产生一种反应 能够帮助提高金字塔的导电能力 这个时候如果有一条金属丝 绕过这个金字塔的岩石部分 再加上一些压力 就会产生相当大的电流了 那金属丝有吗 好像我们没有在金属里面发现金属丝 是吧 但是真的有 它没有发现的原因 它深埋在金字塔的内部 外面看不出来 在那个装块里面吗 对 在1993年 来自法国巴黎HIP研究所的 麦赫迪塔尤比博士 和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的 森岛班红博士 利用谬子对金字塔进行成像 发现胡肤金字塔里面 有一个隐藏的空间 像是故意造在中间隐藏起来的 这个故意造在中间隐蔽起来的房间 就被称为女王的房间 在2011年的时候 研究员员就通过一个小型的机器 进去进行了探索 就在里面发现了 精心制作的铜线箱在这个石壁上 是埋在圈里面的 而且在地板上还看到了很多那种 接线一样的指示符号 好像就是在显示这个铜线 在金字塔内部是怎么连接的 OK 内部还有别的铜线 对 还有别的铜线 探测出来还有别的铜线 现在其实金字塔里面 外表石灰石做绝缘 内部能发电的石鹰 房间里面还有导电的铜线 还有能产生电力辐射的花干岩 这几家东西就凑成了一整套的发电设备了 现在还差什么东西 提供压力变化的东西 那金字塔的发电 压力变化从哪来呢 这个就要从金字塔的位置了起来 我们现在都知道 现在的金字塔修在吉萨高原上 离尼罗河不远 但是那个尼罗河是现在的尼罗河河道 其实在几千年前 尼罗河是流过金字塔的 它的水能够淹没金字塔所在的地方 但水流通过吉萨金字塔的时候 就会由于表面石灰石的毛细现象被吸上去 水所能达到的最高位置 就是刚好是金字塔入口的附近 所以入口才修了高处地面几十米 之后又会由于重量 水就会往下流 就流下来了 这个水就会在表面不断的流上去 下下来 流上去 降下来 这就会在金字塔表面的石灰石上 产生摩擦震动和压力变化 石英和白云石 由于压电效应就开始发电了 电流通过花钢岩及其铜导览 等导电物体传到大走栏 中间房间的石关里面 这个石关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关之间里面的那个石关 其实这个石关就是用来储存和转化电力的 它以前还有电力储备的这种 但它还有另外一个是直接输送出去的 现在的金字塔我们看金字塔都是没有顶的 而在当时那个顶肯定是存在的 而且那个顶很有可能是纯金的 为啥是纯金的 这个纯金的金字塔顶的作用就是将金字塔产生的电能 利用电地球磁产无限传输出去 类似于特斯拉的无限传输能量的原理 这个理论现在听上去可能有点玄化 大家可能觉得我在瞎边骗流量 但是在2018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 在应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一篇名为 大金字塔的电磁特性第一多极子共振和能量集中的文章 他们研究就表明 极萨大金字塔是可以集中电磁能的 它有这种能力 并且有可能可以利用这种集中起来的电磁能 转化成其他能量 这个应用物理学杂志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期刊 也算是核心期刊之一 能在上面发表这种东西 不太可能是有假的 所以现代科学也给出了 金字塔可能是一座发电站的一个科学的证据了 所以说它的存在是为整个古埃及王国提供电能的存在 就可能古埃及是绕着它间吗 对 古埃及会不会是有手机的 难说 你有没有想过也有可能那个黑色金字塔就不是发电的 它为啥是黑色呢 其他发电的金字塔都是白色的 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个航空站 对 或是个信号基站 我觉得你刚才有句话提醒我了 啥 就是我觉得电能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 是人类发明的 对啊 然后只是说近代人对于它的利用是从特斯拉开始 对对对一百多年开始 但不代表以前的文明没有把它拥有过 只不过这些文明可能没有进入历史或者没有传承下来 也有可能是上一个文明 对有可能上一代人类啊 对啊 对 其实那个古埃及的文明还是很灿烂 对对对你瞧 那啥时候还是要去它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